早年 张家大师告诉我 佛法重生智不重心事 行事做行事是干什么 做行事是表演 是借赢没有幸福的人 他是一种手段 佛法不拉信徒 让你自己进来 你自己怎么会进来 要做出样子来给你看 你看了很欢喜了 你就慢慢解禁了 这个行事是招揽的一种手段 他也不劝你 就是做个样子给你看 你看到要好 你自然就会来问 来请教 然后就告诉你 你不问 不跟你说 为什么说了没用处 你不相信 你自己肯来问呢 说出来说 你会接受 他是借赢众生的手段 所以表演也是很需要的 自己修行跟表演两张事情 我们做出了个样子 那是度众生的 这就是佛教的形象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形象不好 都没有做到 你看佛教给我们三规五界十善都没做到 三规五界十善也都做到了 佛华真心忘记来 每个人看到欢喜 每个人都想学习 所以大家一定肯定 学佛的人是最好的人 学佛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学佛的人是最快乐的人 这是要自己做出来表演在外面 同佛智慧 同佛智慧 同佛智慧